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少数国家和政客的错误言行 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十分明确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我们严正要求有关国家和相关政客 停止在涉台问题上搞政治操弄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停止违背国际信仪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行径 近日许多国家的政要和各界人士密集发声 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反对台独分裂 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发出了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 这再次说明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违 中国统一的大势不可逆 搞以台制华是在玩火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恶物 中方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